望牙岛一战近海伯唐伦彻底输给了玄武伯爵 然而远在玄武城的伯爵府 却即将要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画面来到玄武伯爵府中 此刻留守在家的金夫人正跪在祠堂列祖列宗排位前 为玄武伯和沈浪做祈祷 并且为了表示诚心让祖宗们保佑府中 这两个奔赴前线的男人 金夫人不吃不喝已经在这里虔诚地跪拜几日了 就在这时身后堂屋前突然传来一阵焦急的传暴声 夫人小姐封地出现敌情 金剑娘受伤归来了 金夫人闻声立即拔剑朝堂外冲去 红石木兰也快速带兵紧随母亲身后冲了出来 此刻只见大门外金剑娘浑身是伤狼 被不堪地朝着他们走来 夫人小姐 我们封地上不知为何会出现大批举着苦头欢旗帜的盗匪 听到苦头欢的名字金夫人和木兰不经大惊 要知道这苦头欢乃是天南行省有名的大道 此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 麾下更是拥有几百个恶人追随者 而且她本人神秘无比根本没人见过她的真容 而此刻一路强撑回来的金剑娘终于支撑不住身体跪倒了下去 木兰见状赶忙上前检查她的伤势 可奇怪的是所有伤口看似严重却都精确地避开了要害 金夫人见此赶紧命人去请安大夫来为她治伤 这时金剑娘缓了口气继续述述起了此前的遭遇 原来就在刚才 她正带领一众骑兵在封地巡逻时 突然遇到一群匪徒在疯狂地追杀着百姓 当即她便不加思索地带兵冲上前与之战斗 无奈对方人太多 最终也就她自己杀出了重卫党回来报信了 可是小姐 他们本是可以直接杀了我的可 为何却让我杀出重卫回来报信呢 卑职认为此举定是有诈 这时赶来的安大夫也在一旁附和道 这苦头欢虽是大道 但却从没在陆将军出现过 老夫也觉得这是有人在声东击西假冒苦头欢想将你引出去了 木兰听到两人的分析内心不禁纠结了起来 她不知道此刻自己究竟应该是亲自率兵前去解救封地百姓 还是在此镇守伯爵府 然后派出一对骑兵前去与之周旋弹部和他们正面交战呢 一时间木兰陷入了两难境地 眼下若是离开城堡那就是随了敌人的心愿了 可如果不去救 那金氏家族的子民们将不知会死伤多少人 救 必须救 此时想通的木兰当即决定一定要出兵前去营救自己的子民 否则他们金氏还有什么资格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吗 随后她转向金夫人问道 母亲您可还记得您苏家的剑法 女儿将要率领三百骑兵去救封地子您 给您留下七百兵力可够您守卫伯爵府吗 金夫人听后当即表示让木兰大可放心 相信以自己的实力定会守住金家的城堡的 突然远处沈剑身穿盔甲大喊着冲了过来 嫂子别走 我要随你一同前去杀敌 原来自从沈家搬入了伯爵府后 沈剑便开始让金家几名高手知道自己练武 如今自家有难 沈剑当然不会当缩头乌龟 可木兰却直接拒绝了他 并让他好生待在家里保护爹娘就好 沈剑不服 自己都已经习武半年有余 为何还不能上阵杀敌 然而纵使他再过懊恼木兰也不再理会他 虽然他能理解沈剑的护家之心 可要知道这上阵杀敌不是恶心 要是万一小叔子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是无法向夫君交代了 片刻后三百骑兵已全部集结 木兰也再次跨上战马准备出发 突然刚包扎好伤的金剑娘冲了出来 小姐请让我随您出战 木兰见状刚要拒绝金剑娘就堵住了她的话 小姐请放心 我的伤病无大碍 我是亲眼看着兄弟们被那群禽兽杀死的 此战我若不去不能亲手了结他们 那我这一生都将不安 木兰见他心意已决便不再阻拦 好姐妹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吧 完毕木兰再次一声令下 所有骑兵便跟随他朝着城门外冲去 此时天空夕阳西下 傍晚的余光洒在山间的这片密林之上 殊不知如此美轮美奂的景色之下 有一群黑衣人正埋伏在木兰一行人必经之路的树上 他们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木兰带队从眼前飞驰而去 而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木兰的表哥苏建廷 此刻的他用着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木兰 这个女人本应该成为他的妻子 可惜却好过沈浪那个小畜生了 不过没关系你很快就要沦为寡妇了 况且太子看上了你 既然我得不到你 那你就来成为我苏家的垫脚石吧 夜幕很快降临 此时的苏建廷剑调虎离山之既已成功 便也开始实施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了 只见他望向山顶之上灯火通明的玄武伯爵斧 这次行动父亲有令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将那件东西抢到手 姑母 就希望你见到我之后能主动将那件东西交付给我吧 随后他戴上面罩下令道 此次一战不管任何人哪怕是苏佩佩 只要抵抗全部格杀物论 说完他便带领一百多名飞衣高手 朝着玄武伯爵斧飞驰而去 与此同时在十几里外 武痴唐颜骑着一匹马正站在岔路口迷茫的发呆 而他身后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片尸体 原来自从他输给了木兰之后 便跟随师父李千秋回到了南海剑岛 开始学习新的剑法 可这套剑法隐藏在玉石当中 即便是李千秋本人来解析也需要十年之久 若想在短时间解析出来 那世间仅有一人能做到 而那个人就是沈浪 此刻唐颜无奈地看着手中师父给画出的鬼画符地图 自从进入玄武伯爵斧地界后 不但路男人还接连遇到了三波匪徒 可他不知道的是原本还有十几波劫匪 只不过在他秒杀了前三波之后 剩余劫匪都被吓得不敢出来而已 唐颜看着眼前的三叉路口叹了口气自语道 明明师父可以亲自来带路的 可他却死活不肯 真不知道这玄武伯爵斧到底有什么可怕的 不过师父当初交代 如遇两条岔路那就走右边 三条就选中间 那自己就听师父的话走中间这条路吧 而这一次唐颜也终于选对了路 殊不知这次唐颜的意外出现将会改变金家此时的命运